鸡饭忙好开到哪就去哪个城市吃一天第三期 非常期待这个8月份又会到哪个城市 还是一样先付钱 南宁 广西吗 吃螺蛳粉是吧 走啊 给大家看一看我新买的行李箱 最主要是它还是可以骑的 两个字 拉风 不是别人帮我拍的 买了一个这样的支架 我到哪他就会跟我到哪 大概就是去哪一块地方 那叫两张 还有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回事去 真的吗 那我不客气了 辛苦了叔叔阿姨 谢谢谢谢谢谢 南宁有共享电动车 出发出发 还有这路边就有一家螺蛳粉 加一个鸡腿 加一个主角 再加一个同行菜 同行菜给我多点可以不 我老喜欢吃了 可以 他这料给的真途老板娘 有点多我配菜多我 这一份多的快溢出来了 这老板娘多给的通行菜 蚊子不臭啊 OK我来尝尝怎么事 早知道换件黑色的衣服出来吃了 这穿着白色的衣服有点拘束 要不要给个手套呢 对呀 广东哪里过来的 称赞 我说你帅啊 我印象大帅哥太多了 像你这个没开门 眼睛是素养了 像我们这样看你会觉得你很帅啊 嘿嘿嘿 说啊 皮肤白白的 再只是就是老天赏饭吃 现在很多都是这样的 现在这个生活很现实的啊 就是你想想脸看多了也会腻啊 不会腻的 如果就是 说来看就 哎呀 又看又小看 大到不是 我觉得人总是会看腻的 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内在的东西重要 外表有仗一部分的也很重要的 那阿姨我就这么问你 如果一个男生长得特别帅 但他身上没有钱 你愿不愿意跟他在一起 愿意啊 恋爱脑 阿姨我跟你说 你这样不行 那钱很容易给骗走的 喜欢一个人 你希望他见心比心吧 太可爱了 来男人 最大的感受就是男人美女都啊 哦 那个身材要滑啊 我就几次一个女人 我就觉得他们就很疼 面吃完了 菜还有 不得不说 这个老板娘 真是很有意 好拜拜 拜拜 太晚了 很多夜市都已经关门了 明天再吃吧 这什么情况啊 来到OK雨停了 出发 老友云吞面 排个煎蛋 加个碎肉 来了 尝一尝啊 它是那种酸酸辣辣的 让人很有味道 莫酸酸辣辣挂满 刚吃的煎蛋肯定老香了 好吃吗 好吃 就酸酸辣辣的 吃了很开胃 这一个 你们做了多少年 做这个 好 但是这个店是新开的 就是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对 老板跟老板娘知道 我们的外地 特别严重 不停问我味道如何 符不符合口味 我说实话 这一份吃完 我才刚被打开味蕾 非常的自律 淋糖椰汁 本来南宁给我的第一印象太好了 就大家都特别的热情 而且你能感觉到 人都是特别实在的 这份招牌酱汁炸豆腐 尝尝看怎么生 小炭 我发现南宁这边的口味 主要都是以酸酸辣辣的为主 这个什么千层酥 来一份羊肉的尝一下 谢谢 一口下去没咬到肉 还不错 但是它一点也不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我这个不是现烤的原因 我朋友说是他们本地奶茶店的配方 对对对 是我是我 可不认出我来了 不是感觉 我刚才走过去 我说这个人好眼熟啊 要一份葱花鲜肉酸饼 不大法看的好好吃 来两个尝一下 谢谢 随便找个店来尝一下这些东西 这个饼还是得现烤的 哇靠真的好脆 先看这个葡萄买家就会不会搬车 还不错 这是他们的炸鸭掌 不是特别能吃的来 我有一个老家是南宁的朋友 让我尝一下他们这边有个特色 叫做什么 泥虫粥 听上去有点害人 不过来都来了 看看怎么事 你们这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泥虫粥啊 单人粥 单人的 吃 还不错诶 还不错诶 我说实话真不错 这东西有点像什么 有嚼劲的茶树锅 还不错 还不错 冰西夜市一家 好吃 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吃葱花 但是这个葱花感觉在这个豆腐上面是 点睛之笔 吃饱喝足了 先回酒店休息一下 看看比赛 Let's go G2 我们是冠军 已经有点晚了 咱们就不出去了 看一看南宁有什么好吃的外卖吧 这么快 我靠 这么高级的吗 拜拜 我靠这看着太行啦 老板一共给了我四副筷子 不会以为是四个人吃吧 我都有点不知道从哪开始了 先不吃烧烤 先尝一下他们这个袋子螺 没吃过这玩意 但感觉跟三倍差不多 这个是什么特色烤生牛 好像说是七分熟 看着怎么感觉跟五分熟一样的 怎么有一点又生又熟的感觉 四丢 这是什么紫苏鸡脆骨 我第一次见 好吃 咋这么难嚼 我靠完全嚼不动 不吃你了 放过你了 这边还有一个特色叫什么卷筒粉 这卷筒粉它就是把各种料包在这个粉里面 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如果说这个皮 如果再薄一点的话会更好吃 感觉就有点像肠粉 有的店不会特别在意这个粉的薄厚 但有的店就会专门把肠粉做得很薄很薄 我就喜欢吃嫩的很薄的 最后蔬菜绿越兜底 这还是一条卷筒粉不想吃的 留着明天醒来吃吧 这一次的机票盲盒南宁之旅我感觉非常满意啊 这虽然说才来了一天 但是玩的特别开心 这出行嘛有共产电动车 玩了人也热情 再加上好吃的东西又不少 我感觉南宁这个地方我会二刷 南宁之旅非常圆满 在内心里 过于